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身着一条时尚的阔腿工装裤 作为时尚圈的宠儿,杨子以其独特的穿衣风格深受大众喜爱。 近日,杨子身着别致的阔腿工装裤现身,再次展现出他对时尚潮流的敏锐嗅觉, 将他的优雅气质与自信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子身穿阔腿工装裤现身某时尚活动,瞬间成为了焦点。 这些阔腿工装裤以其独特的设计和现代的外观吸引了众多目光。 杨子凭借多年的娱乐圈、从业经验和敏锐的时尚触觉, 成功将这款单品演绎的淋漓尽致,诠释了时尚的新定义。 阔腿工装裤源于军装元素,但经过现代设计师的巧妙改造, 成为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感的单品。 这条裤子采用了宽松的阔腿设计,既能隐藏腿部线条, 又给人一种随性洒脱的感觉。 再加上工装裤独特的口袋和扭扣元素, 让这条裤子更显个性和潮流。 杨子在活动现场就身穿着身轻松驾驭, 展现出独特的女性魅力。 她选择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作为内搭, 与阔腿工装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显时髦的层次感。 此外,杨子还佩戴了夸张的金属耳环,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个性, 让整体造型更加独特吸睛。 杨子的穿衣风格一直是大众模仿的对象, 这次扩腿工装裤的造型更是吸睛。 这些裤子不仅是一种潮流的体现, 更是一种对时尚的理解和追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条裤子会成为更多人的最爱选择, 引领新一轮的潮流。 随着杨子穿扩腿工装裤的造型 在时尚圈引起关注, 这条裤子也迅速成为年轻一代潮人的新宠。 各大品牌纷纷推出类似款式的扩腿工装裤 以满足市场需求。 我们在各种时尚活动和大街小巷 都能看到这条裤子的身影, 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潮流。 扩腿工装裤的流行也让设计师们 在这一经典款式中融入了潮流元素。 例如,一些品牌尝试在扩腿工装裤中 加入蕾丝、丝绸等轻元素, 使其更具女人味, 一些品牌在口袋、 纽扣和其他细节上下功夫, 使她们更现代、更个性。 这些创新让扩腿工装裤不断进化, 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作为潮人, 杨子对扩腿工装裤的成功演绎, 无疑为不少年轻女性提供了灵感。 不少年轻人开始模仿杨子的穿衣风格, 试图将扩腿工装裤融入日常造型。 与此同时, 一些知名博主和时尚达人也开始关注这条裤子,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穿搭心得, 进一步推动了扩腿工装裤的流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扩腿工装裤将继续在时尚界占有一席之地。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会看到更多富有创意和个性的扩腿工装裤设计, 引领新一轮潮流。 而杨子作为这股潮流的引领者, 也将继续在时尚界大放异彩,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中央电视台官宣肖战新剧定档。 强势登上黄金档, 不容错过。 近日中央电视台官方报道了肖战主演的新剧《梦中的那片海》, 和所有人预想的一样, 这部剧定档了, 这不是空学来风, 而是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梦中的那片海》强势登上黄金档, 打破了网上之前所有的谣言, 就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好作品。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肖战和李沁合作主演的新剧《梦中的那片海》迎来了定档, 却定在21号晚上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不仅如此, 这部剧的影响力非常大, 官方重视程度颇高, 选择在晚间黄金档, 这就意味着都可以安心追剧。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的作品一直都是苦等无果, 如今终于可以如愿以偿, 说实话一时间竟然有一些不敢相信, 太激动人心。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已经预约了, 精彩内容当然不容错过。 话又说过来, 《梦中的那片海》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百万, 甚至剧组之前发布的片花, 播放量成功破译, 这些都可以非常直观看出观众们对肖战作品的高期待值。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期待肖战的作品无可非议。 总之祝福肖战, 也恭喜肖战, 如今的肖战, 影视剧领域都有新动态, 新剧开播,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要拍摄了, 双管齐下, 太优秀了。 肖战作为问心无愧, 光明磊落的实力派演员, 纵使如何造谣和诋毁, 肖战不可能害怕, 更不会畏惧胆怯, 只会坚定步伐勇往直前。 肖战未来可期, 21号一起相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